买空心菜哦 买一把空心菜今天晚上啊 我们把空心菜用手来结成一结一结 一般来说有一指结 这样子就可以了 空心菜千万不要用刀来切啊 如果用刀来切空心菜的话呢 它这个口感就变了 我们这一个空心菜今天买的这一个空心菜的 它的品种在我们南临地区的话呢 是比较有名的 叫麻春空心菜 麻春空心菜它的特点是一个比较长 第二个它这个梗子 这个梗子是比较白色的 这个菜梗是比较白 它不是很绿的那种 是比较白的 我们摘了一把在手上 我们用力抓 大家可以探 大家可以听到那种很脆的声音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 炒的时候呢 它就会更入味 所以我们听一下它爆裂的声音 麻春空心菜是以前在南湖公园旁边的一条村子 叫麻春 以前的菜农 在那个地方 专门 专门的话 摘种这个品种的空心菜 这个空心菜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口感比较脆 比较软 也比较香 因为在麻春摘种的比较集中 所以后来市民们都把这种空心菜的品种称之为麻春空心菜 基本上它的长短 基本上相似 我们把空心菜清洗干净 一定要把它仔细的清洗干净 因为空心菜的话呢 它的叶子比较多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要尽量的多洗几遍 至少洗它三遍 用篮子装起来 滴干水分 不要让它流水 流的太多 水流的太多的话呢 它就失去了这一个青菜的一个香味 我们准备两块腹乳 这一个腹乳是比较小的 我现在用的是 桂林的三宝之一的 花桥牌腹乳 这个腹乳是百年生育啊 非常的香 花桥牌腹乳的话是一个是老牌子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我们用勺子把它碾融 碾融了以后备用 准备好蒜米 拍碎 切成小颗粒 不要太融 切两个紫天椒 能吃辣椒的话 把辣椒加进去的话呢 会更香更好吃 如果是觉得太辣的话呢 就把里面的这一个辣椒的籽把它去掉 我们这个爆炒空心菜 现在主要三种原料就准备好了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是 碾融了的腹乳 小米辣椒 蒜米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我们把锅烧热 加入食用油 我们炒青菜炒素菜 最好使用猪油 动物油 我们先打 小米辣椒 小米辣椒 放入 蒜米 一次放入 蒜米 把它炒香 把它爆香 把它炒香 火锅烧热 关小一点火 关小一点火 把这个腹乳 放进去一起炒 把腹乳 放到锅里面 和蒜米辣椒 一起炒 炒香 炒香 这一步 火可以少一点 火可以小一点 好了 放入空心菜 火锅烤 翻炒 炒 炒玉米酒 盖上锅盖 有人说为什么要盖上锅盖 不怕这个青菜变黄吗 其实撒了米酒以后 或者喷了清水以后 盖上锅盖 能够让它的水蒸汽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菜叶迅速的蒸熟 保持了它叶菜的叶子的绿色 翻炒一下 它已经变软了 喷洒一点水 加入食盐 加入调味品 打火翻小 洗锅之前 再加入一点点的食用油 这样子青菜的表面就非常有光泽 洗锅 洗锅 为了渐几分菜 都可以排烧 是 无菩 小火 锅 5 5 30 15 25 一道漂亮的爆炒空心菜就完成了 色香味祭全 非常好看的一道爆炒空心菜就完成了 颜色搭配香味 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一道爆炒空心菜 颜色绿绿的 脆脆的 带有一点点辣味 还有富有的香味 非常下饭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一道爆炒空心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